本节目由UCG提供 4月18日米哈游新作《绝须灵》开启了第三次测试 悬响测试 我们也第一时间进入了游戏 体验了一下三测前期的流程变化 可以感受到本次测试明显听取了不少反馈 对之前二测试的不少设计都进行了优化 至于这些优化最终都落实在了哪里 请听我们一一到来 当然由于目前体验时间有限 加上存在抽不到角色卡进度等情况 解说内容无法涵盖后期玩法 还请各位见谅 本次测试我们采用PC版配置如图 在所有画面选项开到最高时 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中 也能保持60帧以上流畅运行 不过在城市中部分位置会出现掉帧情况 先说说战斗系统 以切换角色为核心的动作机制 被完整继承下来 玩家将以三人小队作战 但单个角色的操作相对简单 重点是将敌人的失衡条打满后 利用联系器切换 将队伍三人的火力尽数释放 以打出高伤害 或者灵活利用角色自身的闪避 以及后台角色的回避 招架支援能力 巧妙化解BOSS的招式 并司机反攻 在此之上 三侧位仅有强调克制 或同队加成的属性 添加了额外机制 玩家可以通过不断施加属性伤害 来为敌人积攒积蓄值 一旦填满 就会引发属性异常效果 打出一次高伤害 并根据伤害属性施加异常状态 若能混合施加多种异常状态 还会产生名为紊乱的特殊效果 追加造成伤害与失衡 令配对的选择更加多样 将不同属性的混搭 加入到可选组合中 能够协助玩家战斗的 兔兔机器人战斗帮部 也新增了连携剂的设计 可以插入到打满敌方失衡条后的 连携剂连击当中 补充伤害 另外本次测试还添加了 会在主线第二章开放的 高难挑战模式 适于防卫战 虽然新名字一个接一个 但熟悉米哈游套路的玩家 大概一看就知道 他就是深渊 固定关卡与定期轮换关卡 高级关卡的分队与环境替换 这些要素应该一个都不会少 用于推进主线支线剧情 带有一定解明元素的 委托类关卡在三侧中依然保留 但同时进行了一定优化 上次测试中 影响体验的问题主要在于 各种剧情委托关卡太花体力 而且关卡行动拖沓 有时还会因为剧情原因 限制玩家行动 而在三侧当中 所有委托类关卡 都取消了体力消耗 前期可以把更多体力 投入到养成上 关卡内加入了 长按加速 点按快速移动的便利功能 三星条件也被全部简化 攻对关卡的整体体验 轻松了许多 主线剧情对于玩家活动的 限制没有变化 但至少在来到部分剧情节点后 会提示我们进入 剧情专注模式 要强制剧情了 你忍一下下哦 同时本次测试 还为主线剧情委托 准备了降低难度的休闲模式 若在关卡中战败 也可以直接切换难度 且不论用哪种难度通关 都不会影响奖励 由于不少剧情委托的阵容 都是固定的 这样也能防止 使用不熟悉的角色 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二色中已有的拉面店 电玩厅 咖啡店 会随着剧情推进 先后开放 分别给玩家带来 在战斗前提供buff的拉面 两款趣味小游戏 以及恢复一定体力的咖啡 不过根据官方放出的消息来看 本次测试 或许会在开放全新主线章节的同时 开放另一个新区域 光映广场 新的场景会带来 什么有趣的新元素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来聊聊抽卡 与养成方面的改动吧 三色的抽卡机制 其实也就基本用一句 原汁原味就能简单带过 80抽小保底 160抽大保底 新手50抽保底S级角色 常驻持仅限一次的 300抽自选S级角色天井 这些过去米亥游戏卡池采用的规则 都被绝取零完美继承 变化也不是完全没有 不过也就变了一点点 S级武器 A级角色与武器的抽取概率小幅上升 新手卡池被整合到了常驻卡池中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 角色加入了近似职业的特性设定 虽然方便让新手直接了解角色定位 但武器效果也增加了 仅限某特性角色装备 才能发挥的设定 这就有些没必要了吧 另外可以辅助战斗的兔兔帮布 虽然在上次测试中加入了卡池 但在三测中被独立出来 进入了一个单独的帮布池 而帮布池的抽取道具 N的券的获取途径 则是各种游戏类活动 且主要来自于肉鸽模式 名号空洞 也就是说帮布的获取完全靠杆即可 与此同时 另一个靠杆的养成元素 调绿盘的开放延后 直到20G以后 剧情开启第二章才会解锁 刷取形式相较二侧略有改变 变成了副本同时掉落 一部分套装的调绿盘和经验狗粮 狗粮同时可以用作 抽取调绿盘的代币 从首日体验来看 绝续灵从二侧到三侧的变化 其实并不大 可以看出游戏模式已经基本固定 等到这是上限 我们迎来的或许就会是 基于三侧反馈 缝缝补补后的版本了 不会出现什么颠覆性的改动 那么各位对这次三侧 目前的表现开发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也欢迎关注UCG 后期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游戏内容